這部戲會哄跟感動到很多人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才是真實的人生 那如果本命盤在這幾個公位裡面 你的人生前半段呢 都會遇到殺技 如果殺技都集中在前面的這些公位 那是不是就表示說 化入化全跟化殼跟入存 這些好的心藥他就會放在後面 那如同這部戲裡面 他不斷努力之後呢 最後他終於撈到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一翻身就變成了 當地全傾朝野的老大 各位好 大家最近有沒有在追入去 一部很有名的大陸劇 應該是這集的最後 叫做狂飆 剛看劇名啊 你會不知道說他為什麼叫狂飆 可是到了大概第五第六集之後 你就會覺得 這真的是一部 討論人性跟討論人生 如何在讓自己呢 人生可以狂飆的一齣一齣戲 這齣戲呢 當然目前大紅 然後捧紅很多人 但最主要的是大家 是看那個男主角張索文 也就是裡面的 裡面劇裡面的名字叫高氣槍 他如何從一個 十三歲父母離世 然後帶著兩個弟弟妹妹 然後為了要生活 然後去菜市場 鯊魚 一個小漁犯 一路呢 只為了生活 然後 慢慢的成為菜市場的老大 再慢慢的成為啊 那個建築業的老大 就當地那個地區建築業的老大 那當然這部變啊 主要是 描述了1995年 一直到2015年 這20年時間呢 在大陸 他們的房地產起飛的過程中間呢 有許多的 那個地方惡霸 然後怎麼樣的利用這個 惡勢力 然後利用暴力 然後取得資源 然後再跟官場做結合 然後不斷的一直飛升起來 那戲的好看在於說啊 男主角啊 他從一個非常非常落魄 然後呢 什麼事情他都必須要拜託人家 然後隨便一個小流氓啊 然後也可以欺負他 然後為了要照顧弟弟妹妹 他什麼事情他都不敢 去讓自己的人生生活呢 去受到動亂 這樣子一個很 社會底層的一個小人物呢 那當他為了生活 抓到一點點機會點的時候 為了生活 他不得已需要去 面對一些困難 而去解決掉的時候 那他利用了他這一種 底層的生活智慧 然後慢慢慢慢的呢 把自己啊變成了一個 黑社會的老大 並且呢 他開始知道說他要如何的去 關上勾結 如何的去做出對他自己更有利的事情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中間呢 他也開始迷失了他自己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間呢 他開始利用我為了要照顧弟妹 我為了要保護家人 一路呢 以這個為藉口 然後不斷的壯大他自己 永遠不可能停手 以至於導致他 最後 當你做了一次壞事 兩次壞事 三次壞事 用善良來去當成自己做壞事的遮羞部 然後一次兩次三次事後 後面呢 完全的就沒有辦法再熟熟了 然後最後他當然他就被抓起來了 那大陸劇都是這樣子嘛 就是他一定要有一個 政治正確的一個收尾 這部戲啊 會哄跟感動在很多人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才是真實的人生 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中國戲劇啊 都是一些靠流量明星 然後一些不朝編輯的 沒有演技 那個演武俠的不能打 都只掉鋼絲 然後靠特效 所以呢 大家會覺得不真實 但這部戲呢 會哄的主要原因應該是 過去這二十多年來 中國的防疫毯就是這樣子起飛起來的 他據說原著中間有更多更多的細節啊 是更真實的情況 但是因為 審查的關係 他電視他沒有辦法這樣子拍 那相對來講 我們的人生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那齣戲之所以好看 是因為你會發現啊 男主角他不是單純的壞 他在壞的過程中間 他殺人的過程中間呢 他是會難過的 他是會落淚的 他在放棄了一個 長時間追隨他的兄弟 讓他去死的時候 他其實是難過的 然後他同時間他也照顧他的家人 他在希望自己啊 能夠去跟這些黑勢力鬥爭的時候 他一開始的初衷 只是想要保護弟妹而已 所以 我們在學斗術的時候啊 最痛苦的點就在這個地方 很多人啊 會沒有辦法去理解說 命理學上面 他其實應該是要貼近人生而產生的 而真實的人生呢 人是沒有絕對的善惡 也沒有絕對的價值選擇 他往往這個男人在A女友面前 是純情的男人 死心塌地的男人 在B女友面前呢 他可能是渣男 其實那都是因為啊 人沒有單純的價值觀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所以往往啊 我們有的時候 會淪陷在於說 老師啊 為什麼我這二十年都這麼的倒霉 為什麼我這三十年都這麼的倒霉 這個是 我們人啊 容易在這種生命環境裡面啊 當你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只會去選擇了說 哎呀 我的狀況不好 那我是不是要接受 那劇中的男主角啊 他之所以會吸引人是因為 可能很多人在他那個生活圈 在那樣子的底層狀況 很多人呢 或許沒有那麼的低階 但是呢 你的生活中也是會碰到 上市會壓榨你啊 甚至上市會欺負你啊 等等的 倒霉是一時的 時候呢 我們可能笑笑就過去了 問題當倒霉啊 是一條條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覺得 本身非常的痛苦 甚至沒有希望 那劇中的高啟拳呢 他在前二十集 這就是大概三十九集 他在前二十集的時候呢 就是碰到這樣的情況 你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事情一條一條來 你做了一項 說了一個謊 後面要用一百個謊來揮 那極度的艱難 可是他在那個人生中間呢 他不斷的啊 希望 總是要為自己能夠找一條路出來 我們來去看 真實情況的 許多白手起家的人 其實那個命盤 就會很貼近 這個男主角高啟強的 這個情況 人生的第一大線 第二大線 第三大線 甚至到第四大線 運都極差 但是卻在 第四大線之後呢 開始一帆風順 這件事情啊 在命理上面啊 也是很多人啊 就是我們常常常講說 人要來算命啊 通常都在 第三第四跟第五大線 第六大線他已經覺得他累了 第三大線會覺得 為什麼自己這麼衰 第四大線 希望他有翻身的機會 第五大線呢 希望啊 好要更好 或者是 他在前兩個大線跌倒之後 看自己有沒有下半場翻身的機會 狂飆這部戲 他看到了第十集以後啊 你會開始發現 終於懂他的這個名字 就是你會知道說 因為這個人生前面的這些困難點 人生前面的這些痛苦點 讓高啟強呢 累積出啊 他的這種意志力 以至於當他抓到機會之後呢 他就開始狂飆了 多年下來的累積啊 那個多年下來 展下來的這種生存的能力呢 逮捕到他機會之後呢 他就可以啊 開始一路一直往上走 實際上我們在討論盤的時候也是如此 有一個人如果說呢 他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大線呢 充滿了殺技 大家想想看 從運線盤的角度來講啊 如果說你在第二第三大線 第四大線 你每次踩進去就是殺技 那表示說他的本命盤 在本命盤呢 他從左邊繞 他的兄弟公夫妻公跟 子女公 從右邊 從右邊繞 那從左邊繞呢 他的福德公 田代公 跟關如公 那如果說你的運線 踩進去的時候 你就是覺得特別衰 那其實就是 你從你的兄弟公 你的家族 跟你有問題 你的夫妻公 你在工作的外面 或者是你的感情會出問題 你的子女公 你會有破財的情況 那如果呢 從另外一邊呢 是你的福德公 你的來財的方式 出狀況 你的精神有問題 你的心靈 那天財公 剛好一樣的是這個 這個 關如公 你的工作的狀況 這幾個工位呢 他當他的本命盤的時候 他負責了你的 人生前半段 那如果本命盤 在這幾個工位裡面 你的人生前半段呢 都會遇到 殺技 都會讓你覺得 一踩進去 你就開始有情陽在那邊 一踩進去 你就有陀螺在那邊 一踩進去你就有話技在那邊 那就更不要講 整個十年線裡面 會有各式各樣的殺技 再補他一下 你當然就會覺得很痛苦 但是會有另外的情況是 如果殺技都集中在 前面的這些工位 那是不是有表示說 劃入劃全跟劃格 跟陸存 這些好的心靈 他就會放在後面 因為他不可能 全部整張盤都只有殺技 我殺技如果放在前面 那好的心靈 他就會放在後面 換個角度來講 這幾個工位 不管是仆義 或者是官路 福德 或者是子天 或者是命公 也是命公代殺的 這也都表示說 你會在每個運線裡面 除了傷害之外 還不斷的鍛煉自己的意志力 或者說 如果說今天 你踩進官路工的時候 你就直接發現有個話技在那裡 直接發現有一個火星在那邊 那也會表示 你本來在工作上面 你就是非常努力跟拚命的人 煞星啊 如同戲裡面的高崎強一樣 我有我 吞不下去的那口氣 我有我 一定要堅持守護的能量 這個是本命盤 如同高崎強一出生的時候 老天就給了他過世的父母 以及給了他一對需要他一直去照顧的那個弟弟妹妹 所以他的胸脯線 他的子田線 一開始就是不好的狀態 那在那不好的狀態裡面呢 他就會必須要培養自己一定要有堅忍的力量 因此呢 如果他有這麼一張盤 我們可以可想而知的呢 他必然是命中帶煞星的 他可能呢 子田線也有問題的 他可能呢 胸脯線呢 大概狀況也不太好 可是這些過程 當他沒踩進一個大線 沒踩進一個大線的時候 他就在這個大線裡面 他必須要有堅忍的力量 去面對這個問題 因此呢 不斷的鍛鍊他的堅強意志力 不斷的鍛鍊了他 他需要突破困境的狀況 以至於一直輪到了後面的運線 我們剛剛講了嘛 本命盤如果你前面都很糟糕 那後面一定會很好嘛 因為好的心會放在後面 所以我經過了 這樣子前面運線的訓練之後呢 我到了後面 直接去沉寂了那個 本命盤給了我的機會 那如同這部戲裡面 他不斷努力之後呢 最後他終於撈到 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一翻身 就變成了當地啊 全傾朝野的老大 當然不可否認 這就是人生的考驗 畢竟他是帶了煞心的 也就是路走到最後的時候啊 他帶了那把刀放不下 他帶了那個 慾望放不下的時候 導致了他人生的滅亡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呢可以學習他 前面奮鬥跟努力的部分 但是呢 也可以警惕自己啊 當你賺了錢跟狂飆的時候 要注意風是不是停下來了 免得會掉下來 好 謝謝大家